那估计那样这个呢 毫无疑问和什么相关的 是不是和估计相关的 那接下来它有什么用啊 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呢 经常见记录用户名啊 对不对 昨天我们并没有做 是不是 记录用户名怎么就做啊 哎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那个对象来做啊 好了 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估计它返回的东西是什么 也就是直接dollar 然后呢直接写一个cookie 它获取的东西是什么呢 获取的是一个map集合 对不对 那这个map集合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哎 注意先写是一个k 是不是一个k 然后后面写啥呢 哎 它后面的是不是value啊 它的value是啥呢 对不对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看出来了啊 先演示一下 大家再看啊 看到我在这里面 我先新建一个东西 今天一个dive这个7 那么接下来一个dive8 看着我在这里面 我就写一个cookie 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来cookie 好了 好吧 加到我们的这里面接里面 注意 这个呢是dive8 这个呢是cookie 那种地下 来看着他不觉得是什么东西 回去 刷新建议面 走 发现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cookie的什么 对象 是不是一个cookie对象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吧 可以吧 能行吗 理解吗 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啊 这个东西到底是获得的是什么玩意儿呢 来举例啊 例如 哎我们之前创造cookie的时候 创建cookie怎么创建 创建cookie 哎那么是这样写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cookie c 然后等于什么 你有一个cookie对吧 你有一个cookie 是不是这样写的 那比方了 我们要将用户名存到我们的cookie中 那么 是不是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啊 是不是有的内容 然后逗号 送我们家人一个什么 tom 比方了是个直视tom 可以吧 你是不是就把tom换进去了 然后进去怎么办 是不是response点 爱的一样cookie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了 那创建cookie 创建完成以后 然后呢通过 注意 然后通过我们的dollarcookie 他获取的是什么东西呢 来这个东西呢 获取的是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明白一下啊 他举他获取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 放的是这个东西 举是map map这里面呢 t是什么呢 t是user name 然后y6是什么呀 y9是我们这个 new的这个cookie 能明显吗 也就是说 谁是这个map的k啊 谁是k啊 相当于什么 map的k是谁 cookie的什么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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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map的值呢 y6是什么 当前 互贵呗 是不是当前互贵的一项 可以理解了吧 哎 他是这个东西啊 那现在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干嘛 哎 若想 获取 kookie的 y6值 那怎么办 是 来 获取 呃 名称为 一个有点 cookie对象了 是不是 获取 一个cookie对象了 让获取 一个cookie对象了 那么我想获取 他里边的 value 那怎么办 der value 哎 der value 为啥 der value啊 来 之前我给大家说过啊 来 看着 注意 注意 那么我们 cookie中 我指的是这个cookie 交话中 cookie的api 还记得吗 所以有个方法叫做 gad 内容 哎 这就是用来干嘛的 获取 cookie的 名称 是不是名称 那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什么 gad value 说一个gad value 那么这个呢 是获取什么 获取 cookie的 y6值 是y6值 那么大家想一想 哎 gad的方法 gad的方法 什么东西 并 属 T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 哎 我们 称什么 内母和 value 是不是 哎 我们称 称 是吧 称 内母和value 是什么 是 cookie的 定属性 对不对 你现在可以 cookie的 y6值 是不是可以 获取到一个 cookie对象了 你点 value 是不是获取到的 定属性了 其实呢 这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用的 加瓦冰导航 是不是叫我冰导航 哎 理解了吗 可以了吧 哎 是这种写法 已经是后面 肯定是写 点 value才可以 ok了吧 啊 好了 那在这边 我们注意一下 那么以后呢 大家用 呼贵的时候 怎么用啊 哎 使用呼贵 内证对象的时候 怎么用 怎么用 哎 就是这里面 写上什么 dollar 然后呢 后面写上一个什么 cookie是吧 然后点 然后给cookie起的 是不是起的名字 是不是起的名字 然后点什么 外来就可以了 哎 这样就可以 获取一个值了 理解了吧 可以了吧 哎 好了 以后呢 就这样用就行了 那紧接着 我们知道 访问一个gsp页面 它里面都有一个cookie 叫做接菜证id 知道吧 是不是 那接菜证id 能不能获取到啊 可以吧 那来 例如 那要获取 接菜证id的值 怎么获取啊 那就是dollar 然后这里面写上什么 出费 然后点 接 注意 什么 大写吧 对吧 人家名字叫做接菜证id 是不是大写的 点 value 就可以了 ok了吧 那接下来看 是不是啊 来 看着 在我们的 在这里面 哎 哪啊 这个页面里面 看到了吗 是不是大写的 哎 所以呢 这样这样用一下啊 那要获取值 那怎么获取啊 哎 咱们可以用一下 怎么获取 点什么 接 sessionid 是吧 然后点什么 value就回了 看刷新一下 行不行 刷 开了吗 哎呀 哪去了 关键是没有啊 没有了 接 sessionid 是吧 然后点 value 保存 好了 再来刷 啊 哎 咋的了 sessionid 然后点 value kno s 包包包包 从了吗 好了吧 终于保存成功了 ok了吧 就这种鞋吧 就可以了啊 好了把我们的cookie理解一下 下午呢 我们要做案例 ok吧 哎 技术用户名 记得吧 哎呀 通过他获取一下啊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cookie 哎 然后紧接着 我们再来讲一个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比较简单 哎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内容最象 叫做pagercontest 它是一个内容最象 但是呢 它获取的不是map集合 ok了 哎 不是map集合 那它是相当于什么呀 相当于我们gsp p的什么东西 内置对象 哪个内置对象 配解contest的那一部 那以后呢 我们用它干嘛呀 哎 以后呢 我们用它 只有一个用途 只有一个用途 然后在gsp 页面中 获取项目名称 ok了 那以前呢 我们在页面里面 是不是都是写死的 看到 这里面是不是全是写死的 你要改项目名了 这些东西是不是全都给动作修改一下 全国修改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想 能不能动作来获取一下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配件contest获取 那怎么获取啊 哎 直接写这样写就行了 配件 然后contest 然后注意 drrequest 我想问一下 drrequest 是什么东西 配件contest 有没有gitrequest的方法 有没有gitrequest的方法 忘了是吧 忘了来看看有没有 注意gitrequest的获取的是request的东西 有吧 他可以获取其他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获取了什么了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了 对不对 然后你要获取他的 什么东西 一样 哎呀 我这输入法怎么了 这是什么东西 哎 是不是 天同佣 配件contest里面有个request的属性 运属性 那request 这是不是就获取他的对象了 那对象里面呢 他是不是也有 盖了contest的tas这么一个属性 对吧 那么他就可以获取项目名了 到底能成功不能成功啊 用一下呗 来 跟着我用一下啊 看着 如果我这样写 看着 如果直接写dollar 然后这里面写配件contest 然后点request.contest path ok了吧 那么如果能挑战成功 那我就证明 证明什么了 他是不是获取项目名了 对不对 来 这个呢 是我们的配件contest那种对象 掌握 就这一种用法啊 就这一种用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能行不能行 来整个单摩98 或者单摩8是不是也行 可以吧 来 今天我就来刷新一下吧 来 回去 刷新一下 如果他能挑战到我们的booker 现在上面 是不是就行了 走 过来了吗 看 是不是对12 它是动作的后续了 你看 来最小 放上去 看下面的地址 是不是对12 可以了吧 以后呢 所有东西呢 我们都使用这种写法 而不再是固定的写法 那这样的话 我们DSV页面里面 我们也可以动弹获取我们的项目名字 在下面里面 我们也可以动弹获取我们的项目名字了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DSV EL表达室的内置的对象 一共11个 那这执行客需要大家讲话 一个叫做Cookie的东西 OK了 还有一个叫做PageCountest PageCountest里面 就是这个写法 大家记录就可以了 好了 来 把它